王威媛 三重的黃威媛 為什麼要講他名字 因為他跟卓冠廷對賭 誰講錯誰辭議員 然後結果卓冠廷不敢 就不敢 你是新北市議員 卓冠廷是不是 是 你跟他賭 我跟他賭好啊 沒有啦 不夠啦 侯友誼也做會啦 要賭他做會來賭 不是 這邏輯是這樣 我先講 所以你願意跟他賭嗎 賭啊來賭 他很不珍惜自己的議員的角色 就是他們這都是辭定的 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明天他們業員資 王威媛就得辭 我現在正式講 我給你賭一個東西 新北市政府侯友誼 新北市長侯友誼 新北市議員業員資 王威媛一起賭 我賭什麼 他們講說賴清德的老宅 是2003年才冒出來的 我問一個問題 如果2003年以前 賴清德的老宅存在 你要不要辭議員 如果2003年以前 賴清德的老宅不存在 我辭啊 這就很清楚 我講 我已經講完對不對 他想要願意 兩秒鐘他就得辭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當然存在啊 他們這是自殺的行為嘛 因為 這是 一賭 一秒就得辭了 所以只有一個結論 他們很想辭 你就直接辭就好了 我也呼籲 如果用這個定義喔 只要賴清德老宅 中府804號 以前就存在 侯友誼你也辭市長 沒有 無聊 這事情就存在 你們已經被打臉打到腫暴了 OK 他們要去說服說以前不存在 好 很瞎啦 對 中平社 這不是借選這是什麼 欸 中國的訊息嘛 嗯 我先講喔 可是要引述的是新北市政府公務局 對 對 這這一堆里長 這一堆居民 全部都被散動的 嗯 出來替賴清德一建房子講話 嗯 他們邏輯就這樣 有 我先講一下 今天給我一點點時間 稍微講一下 今天這件事情已經上升到 新北市政府要定義一件事 賴清德的老家公僚 至死不存在 60年代就不存在 而這件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打臉 我先講 為什麼我講是連三度打臉 第一個時間 新北市政府 喔 講說 這一棟房子啊 是違建啊 我說大家討論工房都沒關係 但是兩天前 新北市政府公務局突然發了一個新聞 給所有的媒體 說 根據農業部的 投資系統 嗯 查出來 68年賴清德的老宅 就不在那裡 嗯 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所有人 包含現場的人 就是那些民眾 嗯 郵差 鄰居 里長 都說以前就住那啊 嗯 門牌也有 戶口名部也有 所以我後來套圖 就是現在 現在旁邊螢幕的這個圖 嗯 後來發現 他們在套圖的時候 把它往左邊偏移 最近無數的專家 立委 立委 議員 大家都證實的事情了 嗯 就是 他把整個圖往左邊偏差 嗯 直接把賴清德的老宅插在樹裡面 這第一次打臉 嗯 結果到了第二天 同一個 新北市政府為了掩蓋這個事情 他改成說 你們不懂裝懂 我們是用Google 地標定位 上面地標直接寫 251015.1 跟1214033.7 嗯 用這兩個地標定位 他說地標定位之後 我就上網去查 我把它對出來 這個地標 因為這有一點點 常識的人都知道 一定會有誤差偏差 結果我就全部都用Google系統去輸入 不要講50年前 因為Google最早就到2002年 光是2023年同一個定位點 到2027已經偏差了 2006已經漲 偏差到哪裡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 來 同一個點 同一個點 同一個定位點 2023 在賴琴的老家 這是新北市公務局講的 到了2017開始往左邊偏了 2006已經跑到樹叢裡了 如果在裸基206房子在 2002直接飛到哪裡 你知道嗎 這是賴琴的老家 飛到山上 我都差那麼多 所以你們 像這樣差21年 這個差20年 所以他們講絕對的坐標 就是絕對的謊話 所以我第二次再度打臉 新北市政府胡說八道 我弄完這個之後 惡劣的是他們凌晨 半夜11點 叫公務員發新聞稿 凌晨11點發新聞稿 代字改口 第三次改口 說系統是來自內政部 洪宜二 第一次講農業部的系統 第二次講Google 第三次直接講說內政部系統 然後說你看 內政部系統 我們套圖出來是對的啊 我給大家看 內政部的系統在登陸 就有寫 幾個點 第一個點 這不能作為法律證明文件 第二個 不具法律效力 第三點 門牌跟原始坐標誤差 會產生坐標轉換的誤差 意思就是不準啦 這個系統在你登陸的時候跟你講不準了 不能當法律的文書了 洪宜哥 我這連續三次打臉完 新北市政府現在的做法 這件事情完全不道歉 完全不用說 我先講這件惡劣在哪 因為全台灣22縣市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政府 會單用一張空照圖 就講說 某某某某某某某 你的房子以前不存在 永遠都會搭配空照圖當參考 看有沒有門牌 有沒有戶口名簿 有沒有繳水電 有沒有附近的里長證實 有沒有郵差證實 這些來情者全部都有 所以他們是先射箭泰化吧 他們想要直接告訴他說 沒有這件房子 從60年來就沒有 然後之後去拼湊證據 所以我先講結論 民進黨中央已經提告了 我們告兩個人 新北市的公務局長跟地震局長 這絕對是你們受益的 地震局長就是那個什麼汪立國 對 就是他講幽靈建築的汪立國 以及這幾天連續三次被打臉的公務局的局長 叫祝惠美 我們提意圖使人不當選 這個是因為是葉元之提起的 不然我沒有注意到 新北市議員王威元 這個說卓冠廷講的是錯的 所以呢 他要跟你對讀 誰錯誰下台 那昨天晚上我也問葉元之 那你願意讀嗎 元之兄他也說他願意 來 我們看不下 我是不知道 胡冠廷是不是得過 諾貝爾講什麼航太專家 還怎麼樣 大家都認為他講的一定是對的 因為左冠廷也常常烏龍爆料 王威元 三重的黃威元 為什麼要講他名字 因為他跟左冠廷對賭 就是說他說 根據他這個圖 他看得清楚就是七十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現在中央八十號 那個建築所在土地 就是樹林 他跟左冠廷對賭 誰講錯誰辭議員 然後結果左冠廷不敢 就不敢了 你是新北市議員 左冠廷是不是 是 你跟他賭 我跟他賭好啊 真的喔 他不 王威元 他先說要不要跟王威元賭嘛 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在這邊 因為現在市府言之早早 就是說他們是定位 定位之後做出來的東西 那左冠廷 常開專家 左冠廷說不是 那我在這邊也不會有結論嘛 這個冠廷兄 所以你一個拚人的 沒有啦 不夠啦 侯友宜也做會啦 要拚 做會來拚 不是 這邏輯我先講 所以你願意跟他賭嗎 我賭啊 來賭 來 我講賭什麼 昨天為什麼不理王威元 我一位同事 雖然我跟他沒有很熟 可是他很不珍惜自己的議員的角色 就是他們這都是辭定的 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明天他們業員資 王威元就得辭 你不要賴皮啦 你不用搶他 對啦 可是因為我很認真看待言論嘛 你的承諾嘛 洪英哥 我剛才講的 他們在針對的是我第一次打臉新北市政府 六十八年那一個圖資套錯 結果王威元出來開記者會拿七十幾年的圖資 所以他們拿錯東西就沒關係 但我現在正式講 我給你賭一個東西 新北市政府侯友宜 新北市長侯友宜 新北市議員業員資 王威元一起賭 我賭什麼 他們講說賴清德的老宅 是2003年才冒出來的 我問一個問題 如果2003年以前賴清德的老宅存在 你要不要辭議員 如果2003年以前賴清德老宅不存在 我辭啊 這就很清楚 我講 我已經講完對不對 他只要願意 兩秒鐘他就得辭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當然存在啊 我六十年代中府八十四號拿了書 不恐怖拿出門牌 不是 他們這是自殺的行為 因為這是一賭一秒就得辭了 因為他們說以前沒有 現在所有證據都顯示以前有 就你知道六個讀什麼 所以只有一個結論 他們很想辭 你就直接辭就好了 我也呼籲 如果用這個定義 只要賴清德老宅 中府八十四號以前就存在 侯友宜你也辭市長 沒有 無聊 這事情就存在 你們已經被打臉打到腫暴了 他們要去說服說以前不存在 這很瞎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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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